戏院管理员 一名戏院管理员在戏院准备关门时做最后的巡逻 以便在关门时没有人在戏院里 他先检查门有没有上锁 突然他发现在放进室里 貌似于一个人在窗口看着他 当他上去放进室里一探究竟时 当他转过身 发现设备后有一个影子在顶着他看 当他发现时又突然输回去 车径中静止不动的倒影 一名抖音用户 在开车等待红绿灯时 发现到隔壁停着一辆敞风车 他发现车里的人也在玩手机 可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车上的测试镜照射的影子 竟然和他的动作完全不一致 门后的影子 一名抖音用户名为Billy Goff 拍摄了一段音乐舞蹈 他把手机放在一个角落 爬上餐桌上 并舞动了起来 当时他的背影是昏暗的 突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个像是人的影子 从门后跑得过去 诡异地下室 这名抖音用户录制了一段视频 那天晚上 祖母吩咐他到地下室 找一些罐头食品 他答应后就下去地下室 地下室除了一些杂物 画面上也拍到了 一些诡异的玩偶 以及小雕像 当他来到其中一间房间 他发现要地上有一些 不明的透明液体 当他找到了祖母要的东西时 准备上楼回过头的那一刻 发现有一个老人站在门口 手上也拿着一把锤子看着他 有人说是他的祖父 可是当天只有他和他的祖母 随后他又录制了多一个视频 那天他发现地下室有一些诡异 便拿着手机拍摄地下室的镜子 突然发现了一张脸 可是当时的镜子照射的地方 是一片空白的墙壁 公寓里的朋友 一名外国抖音用户 阿V国队 拍摄到了这段灵异短片 画面中显示 他慌张地逃进一间市面围墙的房间里 甚至被来临不明的东西吓着了 突然好像有人在敲打他的门 试图要打开那个门 他赶紧跑到另一个房间拼锁上门 过了一阵子 他打算出去哭意试一下 他看到之前锁上的门 好像被一股力量打开的 感觉有人冲进了房间 过后他又散传了一段视频 画面中他打开门 貌似有人在他的家里 当他试着去寻找时 突然传来一些声音 他发现有一扇门没关好 为了不让自己太害怕 他尝试唱歌来让自己放手 突然像是有人在拍张